當然我還是很謝謝這邊整個場館 整個場館整個基金會給我們的支持跟演出的機會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我覺得比起世界樂隊 我們這個感覺是更小眾的一種表演 屬於五點音樂然後又屬於比較主流的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被大家直接想到的一些 但是呢我覺得我也跟我的夥伴很開心 就是我們很珍惜每次演出機會 而且也希望新的朋友覺得說 下次我如果聽到這樣子的表演 這個組合這種樂器就會覺得陌生 然後也可以慢慢的可以欣賞到 其實這些曲子這樣子的旋律用語屏的樂器詮釋 其實是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層次或者是說不同的想法 所以基於剛才我講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還是 我也謝謝我的夥伴 然後當然我也謝謝場館 謝謝在座的各位 然後謝謝時間樂隊 黃宜君他們 其實 那就是 他們 我們剛剛上半場的表演應該大家也很喜歡吧 所以我們不會負責安侯 對 我覺得大家時間差不多 我們不要害大家太晚回家 那我們今天真的就表演就到這邊 對啊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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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對吧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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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童貓的譜樂 因為很明顯看出來我們跟上半場的不一樣 上半場大家都不用看譜都很厲害 也是說直接就是音樂都在腦子裡 我們的音樂都在譜子裡寫好的 所以我們腦筋比較短過了 但是 看一下我們的夢裡嘴數 喔 有人 可以嗎 大家想再聽一次嗎 那我們就再拚一次啊 剛剛應該感覺出來我們剛剛就是 紅布很飛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 今天拿不掉啊 今天還要來贊上的夢 嗯 好 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就很熱鬧的結束今天 那我們就再欣賞一次海賓的夢裡 我們一定要說 謝謝 這個一定只能退一次 大家在他們在找服的同時我跟大家講 這個曲子啊 我覺得剛剛就是 點播的朋友真的是 會演不去 因為這曲子其實真的是我們這次表演裡面就是 我們以前都沒有演出的速度 我們都是 在茉莉在海邊很開心 然後現在就是聽起來是 好像已經變成四五歲的小朋友 是很瘋狂的在玩樂 然後中間唱歌的感覺反而是好像 就是 比較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 另外一種層次的一種溫度或想望這樣 所以 好 我們大家準備好了嗎 謝謝 謝謝 我還沒準備好 謝謝 我沒準備好 哈哈 謝謝 謝謝 … 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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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